我只以為你很不好意思講 到底是什麼讓樓俊碩修成這樣 他13日出席代言活動 聊到女友交反反對自己的評價 突然自信爆發了 最誇張的心態大家是 也是半夜喝酒 然後喝完之後就滿醉的 然後就回到飯店 因為飯店房間不太熟悉 然後半夜可能起來 就是想要上廁所這樣 因為我習慣睡覺的時候 都只穿那個 我就去廁所門 然後打開 然後進去的時候 然後門就關上 門一關上那一刹那 然後就醒了 因為我發現我開錯門 我人在房間的外面 然後只穿一條內褲 然後什麼都沒戴 再加上那個時候尿非常擠 我就去隔壁敲我經紀人房間的門 因為我敲得很猛 然後砰砰砰砰 然後我是鬼 然後不敢開門 很可怕 只穿內褲在外面 還好 還好沒有遇到人 我覺得那一次是最窮一次 所以那時候身材是好的嗎 不太好 那現在身材是裝上什麼 有漸入佳境 所以寫真節部分是真的嗎 哇 你怎麼挑 不是4月1號的時候問我 我們明明就是4月1號講的嘛 練得很勤 你只能這樣講 當然如果有機會 可以出寫生集是好的 對啊 就代表說我已經練得很好 對 如果我有可以出寫生集的身材 哇 我還不粗暴 所以現在凡凡對你的身材給技術嗎 欸 對 對 哇 我覺得應該是滿分吧 對啊 其實你們知道 always滿分啊 對她來說 沒有 我只是以為你不好意思講 1號其腳反反會有什麼反應啊 2號其腳反反會有什麼反應啊 2號其腳反反會有什麼反應啊 感谢观看